42岁大龄生女实话实说 我宁愿孤独终老 也不嫁给这三种男人 当你选择了未来的生活方向 那就没有必要那么在乎别人的眼光 对于大龄单身女青年来说 需要面临的社会压力非常大 如果内心不够独定 就容易将就生活 不过我也遇到过独立自主的女性 顾女士经常来我们店里做美容 如果她不说自己的真实年纪 我以为她差不多就30来岁 但其实顾女士已经42岁了 一个懂得自爱的女人 才是最好的保养品 很多人都说经济独立很重要 但却有一些女人因为年纪大了 就开始急着结婚 然后随便找个人嫁了 结婚没几年就藏进了 四间的酸甜苦辣咸 而顾女士虽然也希望 可以赶快遇到对的人 但她十分清楚 就算以后有可能孤独终老 也绝对不嫁这三种男人 第一种 心穷的男人 无法带给你更多的爱和物质条件 有些男人虽然在外面 看起来十分光鲜体面 但其实她们的内心非常匮乏 作为女人 千万不要嫁心穷的男人 顾女士曾经就遇到过一个男士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对方表现得格外绅士 但是在一起之后才发现 男友的性格十分自我 而且还经常爱与人争辩 非要显得自己特别有优越感 与心穷的男人在一起 他不可能真正的 站在你的角度想问题 更多的是在乎自己的面子 他无法在婚姻中 为你提供更多的滋养和情绪的价值 哪怕是孤独终老 你也要远离心穷的男人 第二种 对感情不专一的男人 无法承担婚姻的约束 有些女人从小生活在比较差的 原生家庭当中 长大后就希望可以靠婚姻摆脱命运 所以只要有人爱自己 便不管对方是否能够做到 对感情专一 就像我的同事小雷 他和男友交往的时候 已经看过好几次对方 与其他女生暧昧不断 甚至连情人节的时候 都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但即便如此 小雷还是舍不得离开对方 最终因为意外怀孕 才领证结婚 但男人如果不是真的爱你 就不可能做到 只对你专一 结婚后不久 小雷的老公就有了婚外恋 连家都不怎么回去 如今小雷虽然有了自己的家庭 但其实内心承受的更多的苦 所以碰到对感情不专一的男人 真心不能嫁 不论你的出生有多差 都应该对自己好一点 千万不要犯傻 第三种 人品差 自私自利的男人 无法给你足够的安全感 作为女生 我们只是希望自己能够遇到 真心很爱自己的男人 为什么现在很多女人都缺乏安全感 就是因为当初看错了人 结错了婚 人品差的男人 其实只要相处久了 都能看得出来 不论自己是不是到了该结婚的年纪 都不应该太过于嘲率 否则婚后受苦的也是自己 人品差的男人都非常自私 他们甚至连自己的父母都不会尊重 更不知道该如何发自卫星疼爱妻子 就拿我的小舅妈来说吧 她的老公人品和脾气都特别差 很爱占亲戚的小便宜 弄得过年过节 连朋友都快没有了 碰到这样的男人 你很难在婚姻里体验到一点点安全感 从古代至今 女人想要在这个社会生存的好一点 都十分不容易 小时候我们会期待长大了 能拥有自己的家庭 就不用独自一个人对抗生活的强敌了 但长大后才知道 原来婚姻处处是磨难 尤其是那些将就婚姻的女人 不懂得坚持自己的底线 老公就算有了婚外恋 也选择一任 还有一些女人 哪怕在结婚前已经知道对方人品不好 但还是不愿意接受现实 而是将错就错的结婚 结果把自己害得更惨 而顾女士是我看过内心最笃定的女人 哪怕她已经42岁了 可是面对婚姻还是保持着不将就的态度 宁可自己以后孤独终老 也不可能嫁给以上说的这三种男人 因为就算嫁过去 婚后的日子也会过得十分凄惨 女人能做到经济独立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还是精神独立 这样才不会太过于依赖婚姻的男人 也就不必吃那么多没有必要的苦了 愿所有女人余生都能因为爱情而结婚 也愿你不管有多着急结婚 碰到以上的三种男人 就算再爱也要做到断色梨